其实呢通过这个记者前方的介绍哈 以及我们从身边所感受到的也可以看到 珠海航展现在这个热度一次次的都在逐步的上升 航展当中众多重量级明星纷纷齐聚珠海 你看就像刚才记者介绍的这个来自欧洲的百年龄飞行表演队 我们的记者在现场啊也跟拍了百年龄空中漫步特技飞行表演队 在展区上空所做的首次试飞来看一看 我们现在看到欧洲百年龄空中漫步特技飞行表演队的两架飞行呢 已经飞上了天空 而这也是他们来到珠海后的第一次适应性训练飞行 穿上了橙色外衣的两架飞机在天空中显得格外抢眼 在平飞了一段之后 飞机吊转机头又做了翻滚的动作 由于航空时间的限制 飞行训练时间只进行了二十多分钟 据了解除了空中漫步特技飞行表演队 百年龄的喷气式特技飞行队 飞机也已经抵抜珠海